可是你干什么 我就算了 你增加一点增加一点增加一点 虽然都是木造房子了 可是都视而不见 那这样子盖下去行吗 那当然 师刀会可能觉得这件事一铺光油 可能就没办法这样做 可是不论如何 我觉得要恢复 五个建筑物的保护局 这是法令规定嘛 所以如果你是自己不处理 那就跟我当建筑一样 应该要一事从人拆掉嘛 对不对 那这一点恐怕将来可能会有冲突 我也能理解这个宗教团体 也可能有对抗 可是我希望师刀会恢复理性 他自己思考一下 我觉得即使是那个钱都可以去商量 有一部分你买的嘛 把它退还回来嘛 对不对 你去寻找另外一个 可以长久永续发展的地方来做善事 可是不要在这里再继续作战 因为他已经被专业的 被台北市政府 被两任不同政党的都认定为保护区 而且没有人有质疑这块保护区的政党性 那我希望师刀会回到就事论事 不要做人身攻击 杰明 所以我记得前阵子有一篇文章讲到令人感动 他是一个做运输起家的一个在嘉义的家庭 那他的第二代突然觉悟说 他们家做运输 其实要耗费很多的汽油 其实又产生污染 他就觉得他应该做一些善事 他也跑去买保护区 他去嘉义附近的山林地 把这个冰榔的地全部把它买下来 因为他说冰榔地破坏了台湾的这个土地 花了数十亿 那他买了这个地完之后就不断地盖 就种那个树 种那种就是台湾特有的这些所谓的松 或者是 能够有利于仕途保护区 他就不断 当然家族都说你在做风事 你神经病 你家里有钱不去盖 你跑去盖这个森林地干嘛 他说一句话说 我虽然没有 我们家里虽然有几亿的资产 但是几亿资产将会随风逝去 我宁愿把这些所谓的运输的这个钱 去把这个台湾的土地恢复留下来 然后让土地的水能够继续经营 让嘉义这个地方 因为他种了这些所谓的大叶的这种森林 让这个土殖能够保持 然后嘉义是永续经营 这是前阵写的一篇文章 我看完很感动 你这样子好了 叫你随便拿个十几亿 然后你买个山坡地 然后种了二三十年的这些檜木 这些台湾既有的这些森林 你做不做这个事情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就有三个问题要问磁寂 第二你十三亿怎么来的 这十三亿元是多少人愿意 省吃俭用给你磁寂 那给你的目的是要你把保护区的土地 变更成十层楼高 高达四万五千坪的楼板地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些金融群应用这个事情 第二件事情 这我们回归到原本的这个实质面 其实你随便Google都知道那块土地是湖水的回田地 那块是断层的 而且东南西北都是顺向坡 那我们知道顺向坡就是上市叫着人们死亡的这个世界 那我就很好奇啊 磁寂在全世界做功德 他难道不知道说万一这边发生重大的水土的这个改变 其实那个地方常常淹水 那你如果泥土再没有办法去保护这个水 那造成顺向坡的这个就是破坏的话 那附近的老百姓的生命是受到威胁的 那我就很好奇 磁寂盖的磁寂医院 他做了那么多救人的生命的这些事情 难道就为了这个磷龙的这个毯子 然后要让周围的这些原本住在那附近的人 得到生命的威胁吗 这是第二件 万一出问题 他的实际的名声会给大家什么想法 第三个我觉得最关键的事情是 当科市长讨论一个可讨论的公共议题 如果这次不能讨论 那我们就不用讲 他明明已经开了九次会议 针对这块土地能不能开发 都已经达这个驳斥的时候 他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情 更可怕的是 你现在网军真的不能随便欺负 为什么这么说 网军马上帮他调查 实际在双北市拥有五万坪的土地 他只光在三重园区就有一点二万坪的土地 那你可以盖的这个楼板面积 如果以容几率百分之四百来计算的话 他可以盖到将近有六万坪的土地 他为什么不做那个事情 他却要用十三亿买的这个保护区去开发出来 然后要盖他的这个什么毯子 我觉得有一个人就直接说了很直接的字眼 用了开头字眼什么东西 这个部分对于慈祭的杀伤力有多强 我这样讲好了 今天如果没有这句话 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实际花了十三亿去买了一个内湖区的森林保护地 这块保护地的目的是为了让周围的土地的水土能够得到保持 不会有顺向坡的威胁 如果你这样盖下去 你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要把森林给铲除掉 然后当你盖上用水泥地掩盖了这些所谓原本可以把土地保持的树木 请问一下这件事情让正言法师会不会觉得汗言 我今天一定要帮杰明圆一下 你刚刚讲说F开头的词对不对 是forgive 对 就是你上网去查 几乎所有我们看到网路上一面的导说 你实际其实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做这些多的事情 你甚至有工业用地 你为什么不用工用地 好现在回来解释 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鼓励柯市长 现在立刻不是要拆伪剑吗 那边已经有伪剑了 赶快把它拆掉 要求慈祭立刻买树苗 把那边全部去把它全部盖起来 如果今天慈祭可以把保护器变更成所谓的工商用地的话 那我们有什么道理去批判远雄 把大忌断变成是商业用地 我们如何去批判 这个富邦把原本应该文教中心的变成被文教中心 那天杰明从那个复兴北路跟那个宗教东路的时候 就看到有人画松烟文教区法 那文教画一个大叉叉 这对于富邦来说是多丢脸 富邦也有文教基金会 所以你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讨论BOT 讨论如何让森林回到森林的时候 实际做这么多好吃 难道实际为了这块保护区 要丢掉正言法师的颜面吗 当我们看到正言法师 我们已经不再计较说当时发生文印冲的事件的时候 实际的电视台一句话都不谈 我们其实在媒体上面完全不公结这件事情 你实际有实际的电视台的这个立场 可是当你发生保护区的时候 我就要问一件事 实际啊 文印冲出现这么大事情 为什么你的大爱电视台一句话都不会讲呢 它可是产生许多毒油 让现在大肠癌大幅的增加 你实际在做多少医院 在帮助多少人 你止光这些费用部分 你怎么去对我们健保局来做这个表达 当你不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会跟你讨论 你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我要说一句话 实际啊 你可是拿了很多人的钱 应该做实际的事情 保护区就是保护区 保护区就是保护区 重要事情要说三遍 再说一遍 保护区就是保护区 但是我相信 对于很大多数的实际人来讲 他们可能并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 有像世昭会女士这么大的愤怒 所以文雄哥 在后面我们所看到的 反而会形成一种 好像有某种的力量 在形成一种反扑 这真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就说 当你选择要对立的话 当然反扑力量就对立 那这个宗教 我想宗教都是确认为善 不管要什么教 结果我想世昭会 这个法师 他忘了 他居然把本教也拿出来谈 你把IS跟 跟柯文哲什么关系吗 而且你用这样提的话 又好像 就把所有的回教徒 或是伊斯兰教 通常忘了出来 所以我就说 宗教其实跟 法律也是包容 法律是包容 那你宗教一样 确认为善已是包容 为什么要搞成对立 我觉得这个是 想不出来 为什么他会用这种方式 或者说 他过去 长期参加社会运动 他习惯要对立 因为每次对立 都会得到一些反应 回应嘛 那他永远站在 比较大多数那边 或许这是对的 但这一次 你站在法律的对面 对不起 这个法律是对的 如果不对的话 我想马英九 他多喜欢逃 讨人喜爱 对不对 好龙斌多喜欢讨人喜爱 他就不敢准嘛 是不是 那陈隋斌 他发疯了吗 不是吧 所以都没有同意的话 这个时候 施照会在这一首 我始终不了解 所以我赞成这个 二老师说的 他再回答错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看到反应 这个会 我刚才在看我的手机 对 我脸书 写了一篇文章 那个回应是比 比骂 骂那个 骂底细要回应得多 骂底细回应不过两千 两千人按赞了 大概几万人看 这一块 超过三千人按赞了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 你跟大多数 第一个 跟法律为敌 第二个 你在批 柯文哲批的那种方式 现在柯文哲当红大子 对不对 而且柯文哲也没有错 所以今天柯文哲也很客气 我发现今天他的回应 比较像我们喜欢的回应 就是说 他可能恭贺没做够 如果换成以前的话 我相信他就说 这应该是姚老师教他的 那倒没有 他今天的回应 我觉得蛮好的 可见他对 对这个 这个实际 对四招 对这法师 还是有相当的尊重 否则以他平常习惯 不懂就不懂 你看这抄什么 他也可以这样讲 是不是 他说 是不是会像我 我真的不想 不会吧 会啊 会啊 还会再加一个他什么的 对对 这妈 他 对不对 妈妈 没有教他的东西 他会说出来 就妈 他 好 那最后呢 不与出家众为敌 那也希望 大家在过年的时候 不要口出狂言 这件事情 依法 到此为止 我补充一下 其实他怎么会把教会放进来 他说 有一些就是网友跟教会的反扑 我觉得今天宗教在台湾 难道需要搞到慈祭跟教会 要对抗吗 那这个是真的 阿弥陀佛 你这个 这个 比丘尼也太过头了 今天没有看到教会 针对这个事情 有发表 发表像 教会也在做公益啊 也有很多的教会的这些医院 举例说明 那个 在 那个 我们家和平 中校 不是 说错了 那个 就是 你家住哪里 你忘了 对 就是 加拿大来的那位 对不对 也都是教会里面的人 马接了 马接对 马接也是做善事啊 马接也不会去说 你慈祭怎么回事啊 那所以 今天你把教会也拿进来 我不知道到底 什么样的愤怒 让这个比丘尼 要愤怒到这个程度 把艾斯也拿出来 艾斯可是有杀人的 而且艾斯不会来内湖土地变更啊 公益跟保护区 这两根本就拿马子是 你做公益 你怎么做 你用正常的广告做公益 我们心里觉得很开心 事实上我周围很多人 也都是有参与这个慈祭的活动 我们也都很尊重这些人 可是你把公益跟保护区 把它变成等号 我不知道这是哪门子的 这个就变成灾害了 对 然后另外要把教会扯进来 有教会攻击你这个圣言法师 或者是圣言法师吗 我觉得这部分是有点过头了 我只讲一句话 我们进到广告 马上回来 weaken 看看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